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红冠之一形式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函数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游戏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小地区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递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 大家对来年经济向好充满了期待 我们知道前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 他强调说 党的十八大向全国和全党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的宣言书 新的动员令 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 做到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而稍早之前 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提出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 我们经济半小时栏目就委托中国改革杂志社设计了一个调查问卷 并且于12月11号和12号这两天 对136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发放了调查问卷 我们总共是收回了有效问卷110份 一起来看一下这次调查的结果 经济半小时栏目委托中国改革杂志社设计了调查问卷 并于12月11号和12号两天 对136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发放了调查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110份 一起来看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 在经济领域的各项改革任务中 你最关注哪项改革 绝大多数受访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选择了收入分配改革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十一五期间 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实现增长9.7% 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 居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于经济发展增速 九五到十一五期间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了15.9% 其中特别是工薪阶层收入 更是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2004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普查数据 1992年到2004年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 从54.6%下降到47.1% 2004年到2008年 劳动者报酬从50.6%下降到47.9% 过去十多年二十多年发展里面可以看到的 中国机器增长是比较快的 但是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比较慢的 那么这次的话要纠正这个态度 纠正态度的话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您对二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何建议和思路 在百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当中 高达49%的受访者认为 控制官员的隐性收入是最应该实施的措施 有20%的人选择了国企高管的薪酬限制 16%的受访者认为 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很有必要 二次分配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政府可以起到一个相当大的作用 如果官员通过寻租的这样的机会来获得这种不义之财 那则是人们要遭受人们所唾弃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杜绝不加以改革 不仅老百姓会对这个社会不满 而且他们也会上市未来的这个通过自己努力来达到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这种动力 专家和企业家认为二次分配的不合理 最终影响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信心 而这中间官员的隐性收入 随着社会频发的各类腐败案件的曝光 成为二次分配中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用22套房产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攀于分局政委蔡斌 手表哥杨达财等腐败官员 在人们的强烈关注中纷纷落马 据中纪委统计的反腐成绩 五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4.3万余件 给予党纪政绩处分66.8万余人 在2009年至2011年间 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 共发现小金库60722个 涉及金额315.86亿元 在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中 共立案2.71万件 1.81万人受到党纪政绩处分 9794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一定要加以铲除 加以杜绝的 不然整个社会就没有一个向上 积极向上的动力 二次分配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破除腐败吧 说穿了一句话 这个收入分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现在有这种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 就如何遏制住这种黑色收入 灰色收入 使所有的收入变成阳光 这就是收入分配的最大的难题 一方面官员的隐性收入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一些底层劳动者的收入 不增反降 当前分配制度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 即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也容易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 2012年12月8日 经济半小时 报道了一起令人心痛的悲剧 汕头一家制一场大火 14名工人葬身火海 而起火原因 仅仅是500元薪酬的纠纷 导致一名工人纵火 根据调查 这14名工人在生前 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欠心 而家庭贫困 导致他们无法接受教育 不得不十几岁就踏上了 打工养家的道路 林玉帝的四个女儿 最大16岁 最小12岁 都在这次火灾中过世了 他看着好痛心的 另一位悲伤的父亲 对他在火灾中遇难的女儿 说出了这样的话 之前说他一路找好 出生在好的家庭 不要在平处的家庭出生 平处的家庭没有用的 而类似这样的悲剧 过去在发生 现在仍然在发生 能改变他们命运的是一个公平分配的社会制度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 收入过度差距太大的话 能够平稳发展的 尤其是发展的国家 它会造成你最后动荡 社会动荡 不仅是你的经济 经济上出现一个严重的不均衡 更严重会造成政治上 或者社会上的严重的风险 在百名被调查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中 有26%的人认为 在众多的经济领域改革中 应该最先突破的是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有25%的人选择了 深化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 也有25%的人强调 垄断行业的改革 应该是改革中最率先突破的领域 所以这个真正阻碍 这个收入分配改革的东西 还是决定政府收入分配 自己政府收入的这些部门的阻力 那么要想得到改变的话 第一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认识要改变 第二是我们广大专家社会 社会方面要讨论这个问题 要使得他们认识这个问题 因为决策存在他们手上 所以这个改革就非常的难 有一个资源分配 权力分配的这么一个老格局 那么这个格局大家习惯下来了 也不一定好 但是呢 这个 这种稳定性呢 或者保持一个稳定性呢 就失去了创造力 我是这个意思 既得利益者对固有权益的保护 除了造成社会创造力不足 更严重的危害是 当不同的既得利益者 在交换权力和资源的过程中 形成结盟 这种阻力会形成日益僵化的社会体制 使改革举步维艰 总是难以真正的贯彻落实 比如说咱们这个大型投资项目 也受到了 咱们比如说 这些政策不是来自于 我们的广大的无权无力的 这些平民老百姓 或者是我们的专家作者 而是主要来自于资本 或者是权力 比较集中在手的这些人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策决策 受到了利益集团的重大的影响 现在的改革跟过去不一样 为什么小平同志推改革的时候 比较容易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利益集团 现在已经形成了各个利益集团 比方说金融业 提出来像 这十八大有句话 加快发展民营经营机构 在这之前也有了 打破金融垄断 但是现在你看民营办银行 哪一个办得成 就是村镇银行 也要求国有银行 做牵头发起股东 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利益集团 不希望这些人进来 再比如说石油 石油你看现在民营这么多 下游战 每每得不到油来加 要油房一紧就有油房 什么原因呢 这也是利益集团 类似这种 很多行业也有上改革 都存在着强大的利益集团 所以下一步深化改革 首先就是破除利益集团的 这个利益链条 我觉得有很多这个 微观层面的现象 这个在提到这个扭转国进民退 在这个如何实质性的推动 非公三十六条这方面 我们这几年都说了很多 但是为什么成效不足呢 这些企业或者是这个 有关的跟他们有关的这些政府部门 已经成了改革的最大的阻力 只有突破了这些障碍 我们的改革才能够进一步的推进 哈基明提到的非公三十六条 是在2005年就发布的改革方案 目的是为了促进民营经济 进入多项领域发展 打破垄断 然而直到2012年 新的非公三十六条出台之后 民营企业要进入垄断行业的 无形门槛依然困难重重 而吴敬连更为尖锐地指出 今天的改革阻力会超过以往 在2003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 就通过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叫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若干问题的决定 他就说我们现在经济发展 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的障碍 就是说我们这个体制是完善的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 而且列出来了 在哪些方面要完善 但是过了五年 过了十年以后 回头一看呢 现在这个所谓特殊既得利益群体 就是说能够用权力来发财致富的人们 总体来说 他会有一种倾向 他会不愿意改革 这种阻力因为现在这种特殊利益是太厉害了 所以估计今后这个阻力障碍会很大 所以需要执政党要下定决心 就是决议这个中央委员会报告说的 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来推进改革 过去的一年 在我国一些经济领域里 国营经济所占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而民营经济的市场份额出现萎缩 我们的第五个问题是 在2013年 这种局面还会继续吗 在接受调查的百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中 44%的人认为不好说 30%的人认为将会继续 只有26%的被调查者认为 这种状况不会继续 不仅是问卷的受访者 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组织的论坛上 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莹 和企业家也展开了论辩 这四年啊 我觉得与这个国进民退的这个大趋势 还是有关 我学家是不有其他比中国还不大 不是至于效率的原因 也许其他政治的原因都有不有其 不是不可以 但是目前这个情况下 已经治安了中国完全状况 因为李克强的东西叫做 改革最大的总理 如果我们这么理解 是不要是哈利亚 那我们公立从南南 他要改革的 我坦率讲 好我们的改革本身 需要不有其 好多方向勇集为 因为好多方向勇集的 好多方向勇集的 社会资本 我们在改制的 所以当我一直说这些事儿啊 就是包括勇集民起 我有理有理也 其实我们合作的很好 我们已经不可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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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我终于整个 但是这个进度的提高 不是非的不有其来说 第二点 民起和国际 有些合作 所以双方 可能都是好的 不仅是经济学家 企业家 也对国际民退 和民营经济的困局 表示担忧 作为民营企业 和国有企业相比 就明显不公平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 融资贵 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呼吁了这么多年 也解决不了 比方说 民营企业的这个玻璃门 弹瘫门现象 除了两个36条了 十年了 除了两个36条 到现在 该进去 还是进去 我们的第六个问题是 新时代改革 最应该强调的特征是什么 在参与调查的 一百多位经济学家 和企业家中 选择应该更加注重 权力公平 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的 占到了56% 选择体制改革 与法治建设 相辅相成的 占到24% 确立国民共富的 改革理念的 占到了17% 有3%的人 选择了改革更加灵活 鼓励先行先事 呼唤公平的机会和规则 成为他们最大的互生 那改革只有获得大家的支持 只能为大多数人 让大多数人改变命运 那这个改革才有意义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公平能 这个可能比其他的 很重要 以我在基层的时候了解到的 现在至少差不多 接近三分之二的企业家 已经办了移民 和正在办理移民 这个是很不好的现象 我们一方面要教育他们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安全感 和这种公平竞争的机会 看得出来大家接受调查问卷的 这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 他们都对进一步推进改革 充满了期待 那么对于明年 国民经济的运行 以及楼市和股市的趋势 他们的预判又是什么呢 在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您继续收看经济百小时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前夕 我们对136名经济学家 和企业家发放了调查问卷 总共收回有效问卷是110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对明年经济运行 会有怎样的预判 2012年的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期 前三个季度增长速度逐渐下降 分别为8.1% 7.6%和7.4% 一些传统行业 如钢铁 煤炭 造船等 持续低迷 我们问卷调查的第七个问题是 您对2013年 我国的GDP增长速度如何预测 有46%的人认为 明年GDP的增长速度为 7%至7.5% 有35%的人认为 7.5%至8% 选择8%以上的人 有13% 选择7%以下增速的人 为6%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 7%到7.5%这个速度的话 只要是我们能保证良好的 一个经济质量 尤其是呢 能够在7%到5%的增长速度之下 能完成一个经济转型 也就是说呢 使具有核心技术这样的企业呢 真正能够成为呢 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 这绝对是一件大老事 不一定非得把 就是 不一定非得要保持一个高的速度 同时呢 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美丽中 如果呢 这个GDP增长速度很高 但是呢 环境破坏的很厉害 这种高速度并不是一件老事 此外 对18大新一届领导人的期待 也使得很多被调查者 对来年的经济形势 表现出适度乐观 国家提出了 要在2020年 人们的生活水准要翻翻 那么这就意味着 我们要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没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中国老百姓的速度翻翻 是不现实的 2012年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从年初的4.5%逐月下滑 最低甚至跌破2% 我们问卷调查的第八个问题是 您认为 2013年全年 CPI将达到多少 有44%的人认为 在2%至3% 41%的人选择 3%至5% 13%的人认为 在1%至2%之间 选择5%以上的 占到被调查者的2% 没有人选择1%以下 因为大的通胀也不可能 但是的话呢 这种小幅度的 还是会有的了 这个因为 一个是整个全球啊 包括我们自己的人民币 这个也发的比较多一点嘛 但是的话呢 这个由于经济不行啊 它的流速啊 也是减缓的 所以的话呢 总体都是2%到3% CPI构成当中 食品占比很大 基于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预期 刘永豪认为 明年CPI会高于今年 在3%至5%之间 CPI上涨的主要原因是 今年的农产品价格太低了 主要是包括肉 蛋奶 而农民呢 很多都没赚钱 甚至亏损 所以说 有个理性的回归的过程 2012年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在经历了两年多的限购之后 呈现冰火两重天 部分城市 尤其是北京 上海 广州等一线城市 出现回暖迹象 而一些三线城市 如温州 俄尔多斯等地区 房价却大幅下跌 因此 我们问卷调查的 第九个问题是 2013年 房价会怎么变化 有44%的人选择了 保持平稳 42%的人选择 继续上涨 选择下跌和不好说的 各占7% 不是13年 今后10年 我认为都是一个平稳 平稳 而且略有上涨 这么一个态势 下降的可能性 我觉得几乎没有 有的人认为 城镇化是房地产 说有了这个 只要城镇化发展 房地产价格就会上升 他搞错了 我们可这次 可没有说是 推高房价的城镇化 我们这次讲的是 要给农民户口的城镇化 而农民进城 不是要去买 你高房价 农民进城以后 应该让他们 获得城市的户口 让他们有资格购买 政府建设的保障房 低价房 安居房 这样就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安居房建设的 这个空间就更大了 2012年的股市 跌跌不休 甚至一度跌破2000点 股市悲观情绪蔓延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选择割肉离场 我们问卷调查的 第十个问题是 您如何看待 2013年A股市场走势 有51%的人认为 继续低位盘整 窄幅震荡 26%的人选择 不好说 19%的人选择 只跌企稳 大幅反弹 仅有4%的被调查者 选择缩量下跌 继续探底 我2009年 曾经写过一个报告 叫2009不是底 那么我这个 昨天发的报告 名字叫2012或是底 所以这个增长的势头 我相信对于 军机增长势头 对于企业的利润 继而对于股市 都有相当的支持的 所以我觉得明年的资本市场 应当是情况要比经验好 原来我们在股市建立的基础 就不是说按照哪个优势公司上市 就是作为国企脱困的一个解决办法 哪个企业困难 给你个指标 你去上市 劝一部分钱 在这种DNA 就是这个DNA有了毛病 所以想改起来就很难了 所以中国股市 为什么历来不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老是跟中国经济基本上是背驰 这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说股市 我认为很难在明年有较大的起色 习近平总书记 这次首次历经考察 选择在我国改革开放中 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省 寓意深刻 意味深长 习近平指出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 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翻领 我们知道当前 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攻坚期 也进入了深水区 一些问题之所以难推进 难解决 是因为有的属于体制机制遗留的老问题 有的属于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有的源自思想观念的障碍 有的受到利益格局的掣肘 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知难而进才会有希望 停滞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所以改革是一种权力的再调整 利益的再分配 在我们国家 一切的权力属于人民 党和政府手中的权力 必须要用来为人民服务 所以在触及到既有权力和利益的时候 共产党人要以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这样一个政治品质 自觉坚定的推进改革 使得改革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的中心的拥护 改革的成果始终汇集全体人民 好的 今天的百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问卷调查 就为您介绍到这 明天我们将会为您来继续报道 河南张老家村萝卜滞销的情况 前部节我们曾经报道了这个地方 萝卜滞销 村里的能人叫张德学 他主动的包销 但是没有想到还是一拨三折 这个萝卜依然是卖不出去 我们的节目在播出之后 张德学就我们打了电话 说他们村里头又发生了一些新的故事 明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折磨人的萝卜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